所以我都会告诉每个学习者 为什么要学习 那在学习的过程 你要学什么 再来呢 下一步是什么 How to learn 如何有效率的学习 那好好学下来以后 教你如何有效率的活用 就是你今天开始学东西 不是只是想要学而已 而是你先第一步问自己 为什么学 再来学什么 再来怎么样 怎么学 再来学了以后如何做怎么样 运用 经常有很多校长打电话找我 找我演讲 我说可以 他说题目叫做阅读的重要 各位这个题目好不好 好 这个题目坏死了 校长说为什么坏死了 我说我给你一个新的题目 你就知道这个题目有多坏 我给他一个新的题目 阅读重要 逗点 阅读后更重要 了解吧 你今天开始听演讲重要 听演讲后更重要 你听演讲完回去问自己 你整个的系统里面 有没有任何一个系统改变了 如果你没有任何一个系统改变的话 代表你听完演讲跟没有听 有没有一样 一样 那你有 你想想看 你去听了windows的系统以后 你在家里用豆豉对不对 你听了windows系统以后 回家继续用豆豉 有没有 了解吧 可是你头脑里面有没有很多子系统 任何一个子系统都可以慢慢慢慢开始怎么样 开始改变 像台湾是不是还在背99通话表 英国已经在背12乘12了 印度跟韩国背19乘19 各位听了以后觉得怎么样 很压抑 输人太多 各位你要很小心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反应就会影响你跟你小孩子的未来 苹果本来不是快倒了吗 那贾博士回去救他吗 贾博士刚回苹果的时候 苹果有没有做手机 有没有 没有 那时候手机的霸主是谁 Nokia对不对 如果那时候贾博士的首席幕僚跟贾博士说 Jobs I need to report to you 我要跟你报告 报告什么 现在手机的霸主 Nokia Nokia 连续产年世界四战力 第一名长达九年之久 贾博士的回答是说 好惊讶 好厉害 有没有今天的苹果 贾博士嘴角泛起奸诈的微笑 心里想着要把他干掉 所以当我听到人家在背19乘19的时候 我第一个要启动 为什么人家要背 了解吧 就让我想到说 我去美国买32块的东西 给美国人100块 他会不会马上找到你68块 他会把钱拿出来 从哪里开始加 从32开始加 对不对 33 34 35 加到100对不对 这就是什么数学 够不够贱 所以我去美国买32块的东西 给美国人100块美金 那柜台小姐就把钱拿出来了 33 34 35 36 37 38 我们怎么弄得掉 我说 Excuse me 68 Please 我跟他呛下 I come from Taiwan 他怎么跟他说 他跟他说 Sir Sir Do not interrupt me OK 别乱了 他说 Sir I got confused 我乱去了 他也跟他Excuse me 他说 Excuse me Sir I need to do it again 33 34 31 八年前美国教育部宣布他们的数学教育失败 十几年前我们一群这个 去copy人家错误的数学 有没有伤害小时的数学能力 所以各位 这个系统重不重要 那这个系统有没有换到老师的头脑里面 老师有没有把这个系统交给小孩 所以你要小心 各位把手伸出来 伸出来 放在头上 有没有很多错误的系统 随时可不可以改 改新的系统会不会分明老神经基础 对不对 让你更青春 怎么样 更健康 让你更有竞争力 好不好 那我们为什么会笑人家 33 34 35 36 因为我们会99成话表 所以马上告诉我 为什么 人家要背19成19 当人家会19成19的时候 在某些方面 怀疑会不会比我们快 所以我讲到这里 小同学一听 那校长我也要背19成19 我说不要急 等我开发一下 书郎 书丁 我就开发出来 22x22成华表 拳打韩国脚踹印度 而且我厉害的地方 是多久让你学位22x22成华表 一个礼拜 我告你毁棒 在这儿有没有学过日文 学日文要学什么 50英一般要学多久 用我的方法 一个小时学位50英 我出一本书 一小时学位50英 一天学位50几句日文 后来有人来找我 说韩国话是不是应该开发一下 后来我又出了一本书 一小时学位韩语发音 一天学位66句韩国话 我也出过一小时学位片甲名 然后150句日文 就学习可不可以有好的方法 我在以后的讲识会讲 那我的方式 一小时让你学位22x22成华表 11乘19多少 12乘18 13乘17 14乘16 来 谁帮我计时 我就教这一个区块 11 19 12 18 13 17 14 16 15乘15 谁帮我计时 看我多久把你们教会 谁可以帮我计时 你说开始我就开始 我把22x22成华表 把它展开 展开以后发现 我可以把它切成几个不同的区块 那每个不同的区块 都可以找到简单的特性规则 例如说11 19 12 18 13 17 14 16 15乘15 对不对 这个区块的特性是什么 个位数加起来都是10 有没有注意到 那它规则就更简单的 它的答案的百位数都是2 所以只要你听到十几乘十几 个位数加起来是10 答案的百位数都是2 那后面的答案呢 那更简单的 就是个位数相乘的值 所以15乘15 55 25 答案就是225 14乘16 46 24 所以答案就是224 13乘17 37 21 所以答案就是221 12乘18 28 16 答案就是216 11乘19 19得9 答案就是209 讲完了 大概45秒 快不快 那我讲到这里的时候 小朋友 有时候我去学校讲 学生就会举手说 校长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就把数学事实帮他展开 展开以后学生就举手了 校长这个数学事实 我们很早就学会了 我说你学会了没有错啊 读书为了考试 你的书本上的东西 跟生活的是没有关系的 我告诉你们 你们有很多的数学事实 可以活用在生活的怎么样 运算上 而且可以让运算变得怎么样 非常快 非常smart 他说哇 校长我知道你的意思 你不是要我们10倍22乘22乘 我们以前已经会的这些 运算公司的能力 那有学生会不会再问我说 校长那其他的区块 要不要再画一下 我就再把另外一个区块 把它画下来 画下来以后 就有小朋友举手说 校长告诉我 这个区块的规则 我说你们是什么学生呢 学生要不要学习思考 分析 判断 推理 归纳 我找得出来 你们为什么找不出来 思考 探索 判断 推理 归纳 这样的能力是要自己怎么样 工业社会停下式的教育 是没有办法培养这些能力的 所以翻转式的教育是告诉你 这些能力是要你自己去怎么样 去培养的 那我提供一个 抛砖引玉的机会 让大家来怎么样 来思考 有问题再来怎么样 再做脑力激荡 不要一个小时 结果大部分人都把它怎么样 找出来了 同学还可以互相怎么样 结果一个小时以后 学会了22乘22乘画表 还学会了活用知识的能力 思考的能力 分析的能力 推理的能力 探索的能力 请问各位 他们会不会喜欢学习 我每一门课一定当学生怎么样 知道为什么要学这个 我有学生在跟我做措施论文 其中一个子题就是 为什么要学sine cosign 有没有 你有没有发现 很多老师跟我说 连他教的都觉得说 为什么要学sine cosign 如果只是解题用 大家觉得怎么样 其实赛口赛后面还是可以教你很多的怎么样 能力 如果今天我们每个老师都可以把教了科目跟能力结合在一起的话 是不是每上完一门课 学生觉得自己能力在怎么样 在提升 他会不会喜欢学习 他自然就喜欢学习了 那增加能力以后 那增加能力以后可不可以拿来活用 如果又能够让他增加能力以后又可以做各种可能的活用 他当然学习能量就会越来越强 所以当我思考到说运动会开发脑力 我就会判断说那有可能身体不同部位的运动对头脑开发比例不一样 那后来被我查出来手占了50% 我就开发出来见什么超 见脑超 了解吧 当我思考出来说 三四岁的小孩子可以怎么样 不到半年就学会这个族群的基本的语言 里面一定有原因 那我就推出来说那一定有另外一种学习法 可以这样学 那我再把这个学习法找出来 好好的运用好好的执行 是不是可以变成另外一个怎么样 有效率的学习法 所以对我来讲 学习智商就是四个步骤 知道为什么要学 再来怎么样 学什么 再来呢 怎么有效率的把它学起来 再来怎么样 好好的去怎么样 活用它 那会不会变成正向循环 一直学 所以很多人跟我说 好好的 感谢观看